今天这个食谱 排骨粥猪油汤 前排骨一条猪油 一节香药,胡萝卜,生菜,青菜 排骨焯水 这次做叶子,最贵的食谱 倒水洗干净 排骨放入锅里煮 水加多一点 等一下可以煮糖 把猪油开背 白色部分切掉 猪油切花 切成薄片 放入水里泡一下 把香药和胡萝卜切皮 香药 铁棍 香药切断 放入水里泡 胡萝卜切一半 芹菜切小段 洗30克大米 备用 再把猪油洗干净 加盐 抓洗一下 再把猪油洗干净 排骨汤 煮了半个小时 有点汤 等一下用来煮猪油 再把米倒下去 盖上盖子 把米煮熟 粒开花 把香药和胡萝卜 倒入 煮熟 香药和胡萝卜 煮熟后 加盐 加一点猪油 加一点猪油 粥吃起来比较滑 还有润肠通便的作用 出锅前撒上芹菜即可 把猪骨汤煮熟 清淡营养 又不失美味 周煮好 把猪骨汤煮开 下一点盐 猪油 煮熟 菜不要稀油 所以也放一点猪油 再下生菜 用猪骨汤煮 味道已经很鲜 不用加其他的调味料 煮开10-20秒就可以了 出锅 猪油蔬菜汤 猪骨蔬菜粥 开饭 这味道好 我都能把它吃 吃完 这个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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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我下了一碗猪油 是很香 对 不得我吃了这个 不常的碗 这个碗 这个碗 是一个碗 很香 这个碗